滾滾红尘可以说是我 电影生涯的一层碑 我一站在镜头前面 我就觉得我是沈少花 林七霞 徐峰 整整齐聚 滾滾红尘首映 举行爆棚 那是你生命中 第二个离开你的男人 但是 我也是爱他 1989年开始筹备的滾滾红尘 当年拿过八座金马奖 算起来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是威秀副版 5号也在新衣威秀举办首映啦 我要介绍的是我们 永远最美丽的青霞出场 欢迎林青霞小姐 我连鼓掌都好有气质啊 主持人要站在旁边吗 在这里 5年在台湾公开亮上 青霞姐姐有什么话要说吗 各位台湾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借着滾滾红尘的电影修复版 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 我很久没有来了 非常想念台湾的美食 亲戚朋友 我因为这一作 拍了100部戏 因为这部戏 得了唯一的一个金马奖以后 是我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沈少华这个角色是一个作家 因为后来呢 我很喜欢读书写文章 我自己也出了两本书 所以我没有辜负沈少华这个角色 当年我不够100磅 怎么经受得住风吹雨打 一定是我 对演戏非常有兴趣 对于后辈呢 我想你们一定要对演戏有狂热 终归有一天你会出头的 这回忆不止三代影后世纪同框 连贵宾都是重量级的呢 我最爱的就是电影 我会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祝福这部戏能够大卖 30年前 青霞在金马奖拿到最佳女主角 我要在现场的 Lily在目 怎么不小心就30年就过去了 这么快 一定要听 因为觉得这个电影实在太棒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罗拉佑 祝大家民国108年一帝发 它里面有个东西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发现到 就是它其实是三拍的 用这样转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时代不但再往前走 这30年我们一起成长 我们希望大家对大家都很珍惜 这份难得的缘分 娱乐东西玩 大家记得闯闻经典哦 报道 要启动 打电话 拉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unt